第四层向上冠军团 好像脸色都不太好 都不说话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第一天来到向上买十四的现场 就遇到这样一个小神童 而且一下子就打到了冠军团 我希望我能不给冠军团丢人 我尽力 好唏嘘啊 表态很好 此时此刻我想说 三位老师 我们给冠军团加加油吧 冠军团加油 答题 开始 如果 为唐代诗人举办颁奖礼 以下颁给李白的奖项为 A 豪华落尽建真纯奖 B 酒中仙人奖 C 诗成气鬼神奖 首先C肯定是不对的 诗成气鬼神 这个不是李白写诗的这个风格 然后B肯定有这个答案 至于A 我的选择是A和B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七位冠军团的哥哥姐姐中 有几位答对了 请揭晓 豪华落尽建真纯 你为什么选他呢 就是觉得这个感觉是对的 就选了 就是觉得这句话应该是写李白的诗的那种风格 对 诗成气鬼神 难道李白的诗不足够气鬼神吗 咱们今儿这几个选项里头啊 说是颁这个奖 其实都是拿别的诗人评价李白的话来写的 像这个B 就是杜甫有一首诗 李白一陡诗百篇 长安世上九家眠 天子忽来不上传 自称臣氏九中仙 这是毫无疑问的 杜甫还写过有关李白的诗 也是夸李白的 说他的诗写的是 笔落惊风雨 诗成气鬼神啊 至于第一句啊 豪华落尽建真纯 那是谁呢 那是形容陶原民的诗 这是今代的诗人袁浩问形容的 所以你看啊 我们不但要了解 李白自己写的诗 我们还得了解 别人是怎么评价他的 再一次感谢你的到来 谢谢 你把掌声送给自己吧 感谢人民网 光明网 清浪网 网易凤凰网 天忆视区的Dacker 清浪微博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